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这些东西都据为己有了 然后才把这个女子送到了医院 等到这个女子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的贵重物品都没有了 其他的倒是没什么 但是一个手链是他的初恋男友送他的 非常具有意义 于是他便报了警 找到了这个男子 本来男子这个做法可以拘留的 但是他又是救起女子的人 便将公赎罪了 看这里 小编想 救人这个事是非常伟大的事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可谓是不可取了 这完全是让这个救人的事变位了 各位看官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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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